但是去年12月实际上要在我们全国按照现在的维护 特别是美金和广州的一个策略 它的NSF8的抗比这个事 这个抗比增高的话 凡是抗比增高一定有感染 所以就发现不管是感染的或者没有感染的 就是认为自己没有感染的 实际上相当地过励的很多都是抗比增高 抗比增高的话说明的感染非常几 所以在全国来说大概完全发生 那么实际上大概有十一、十二个人 十一个人多都有感染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从学术的角度来说 或者是一个人群的全体经历免疫的问题 所以有这个我们的灭活疫苗的 网络以后获得这么一次的答案 而绝大多数人是比较轻的 这么一个答案的话 我们有多长时间的免疫力 这四个月是从实验室的中核抗比做出来的 那么到四个月以后中核抗比就很低了 但实际上从实验室发现的就是 这个中核抗比能够刺激 NK细胞产生ADC的效应以后 从细胞免疫苗的脚步 SARS这个病毒大概有两个人 一两个人有两三个人 所以加起来的话大概也要有六个月 六个月还是有保护的问题 所以现在实际看来 就是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时间了 我们在广州地区呢 现在占优势的病毒的这个 病毒的嘴巴人 它的种的话呢 是XDB1.9.1 所以比较像我们在这里 而刚才我也问了周末 现在我们发烧门诊以后 来做检测的 发烧有的没做 有的做了 做了以后呢 大概有20%到25%